他们说你上热搜了 我也是很好奇的 我说为什么 最后他知道是因为一个视频法 我说我没罚过视频 很突然的 就把我一下推上去了 我是中央民大学五岛学院的院长江铁王 对我来说可能这是一次 很突然的一次发生的事情 我们本来是5月25号 有个论坛 那天正好是第二次审查节目 最后一节目是奔腾 就是现在网上比较火的这样子 大家看到了什么 老师希望我能一起跟到学生一起跳 老师学生一起给我出涌上去了 这个视频就被发到了这个网上了 就这样 我们是很少穿这样的一只衣服去跳 所以说那天也是特例 也自己很忐忑 因为网上很多的这样的语言 但他们看到说这个胖子也能跳 那我们胖子也能跳吗 我觉得只要你喜欢舞蹈 就应该去跳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对这个民族舞的一种传播 让大家更多的人看到民族舞蹈 舞蹈老师他究竟必须地给熊做示范 而且是一遍遍做 这样让熊学起来的时候可能更准确 那都是我们每天上课都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首先在课堂上他对我们相当的严厉 比如每一个动作的每一个脚 每一个眼神冲向哪一点 他都会要求的非常的严格 这是他对于我们这个舞蹈专业的一种追求和执着 江老师在平时生活中 更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我是非常赞同的 去年我记得一个大选纷飞的晚上 在那样的一种意境之下 我们一时兴起 江老师我们一兴起人就在草场上 漫天的飞雪之下 我们尽情的歌舞 那个氛围很难忘 我觉得教室里的时候 我就是老师 生活当中我们就是朋友 原来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带学生去采风 去感受生活 让他们真正去体验到草原上 那种奔跑 我像一张再去跳的时候 一定是不一样的 真的舞台表演的时候 是有观众的 你们互相有过交流 而在大自然当中 你和自然是融为一体的 我可以跟空气交流 我可以跟落叶交流 我可以跟天空交流 如果有一天我会 像这颗松鼠苍松一样 挺立在这的时候 那我应该怎么做 我要从一开始 慢慢慢慢就生长 就看到它 我飞起来像只雄鹰一样 你要容易盘旋的这颗松鼠 能学舞蹈是我的姓氏 这是我一生的追求 我是从来在黑龙江 四岁的时候 所以母亲到了内蒙 因为我爸爸在内蒙 她也是舞蹈 所以我们就去了以后 从小在那个门艺大院里头 长大 就内蒙古自治区歌舞团 在那工作了四年 终于考到了民主大学 92年毕业就留校了 考学的时候 就到了这个楼里头 就是个小礼堂 我们进去看 我们都在排练 给这些学生在排本堂 我说我要能考上 那就更幸福 我也能跳这支舞蹈 通过自己的努力 梦实现了 从89年开始 跳奔腾进来跳 到今天应该是35年了 那随着年龄的增长 每一次跳都有新的一种感受 那年轻的时候 有年轻的勇猛 到我这一年来的时候 有自己的一种沉稳 我觉得舞蹈就是这样 讲述自己的过去 和现在和未来 他们都说铁和柔情 其实不管是男孩 还是女孩 都有墙里面 也有柔的一面 只是我可能在这个舞蹈当中 体现出这种力量 我觉得奔腾 就要有一种力量在里面 一种精神在里面 这一种事也是一种信念 奔腾激励了一代一代的舞蹈人 其实我们不仅传承的是 这个舞蹈 还传承这个民族的文化 还传承这种精神 我们跳的不仅是马的精神 而是跳的马背上是人的精神 跳出舞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勇往直前 没有能阻挡我们的地方 只有前行 这就是我们每个时代的奔腾 永远都在奔腾的路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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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